黄大仙区北伐居屋选择 若论知名度较高的代表 就要数位处于半山的天马园 屋苑鄰近主要干道、农场道 对出就有多条巴士路线选择 迎合跨区上班的上车家庭 位于竹园道的天马园 规模虽然不及翠竹花园 只有五座物业 提供2,800伙 主工一房和两房上车间隔 实用面积由340至410尺不等 入场门栏为上班族量身订造 由于天马园坐落半山位置 地势较高 单位景观相对开扬 基本上中高层向南单位 可以望到九龙市景和远海景 亦因为这样 这类单位向来抢手 天马园一大特色 就是鄰近主要干道、农场道 对出有大量巴士线途径 由屋苑往返东西九龙 去葵冲、泉湾、或者观塘、蓝田 车程大约20分钟 而且还有车直达沙田、大围、交通四通八达 虽然屋苑偏离港铁落库站 约10分钟步程 但是轮近多个大型商场 落库商场、农场中心、街市、民生商铺 一应俱全 又或者搏车去荷里活广场 都是住客放假救物罪脚点之一 不要忘记 还有黄大师摩市公园、公众名池 人造草足球场、室内运动场 和滚足楼兵场等 区内公共康乐设施颇为丰富 外境人士要注意 天马院坐落位置轮近狮子山郊野公园 住客只要走过少少 就可以和家人亲亲大自然 这里还有萧烤场、儿童游乐场、行山径 以市区居屋来说 以上配套相当难得 适合假日家庭落 另外家长关心的读书安排 天马院位于43小学校网 至于黄大仙区中学超过20间 包括中华基督教会协和书院 德茂学校 可立中学 保粮局第一章永庆中学等等 想知更多屋院长情 马上联络以下分行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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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